喔 今天好像比較沒有雨了 現在就桃園 等一下去台北市 今天有一個朋友呢 要來分享他的房子的裝潢 他的房子已經裝潢好好幾年了 只是說他那個裝潢之前有上過雜誌 所以他想要留一點紀念吧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 一些裝潢的一些 他裝潢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 就跟我們聯絡 那這房子好像是在 中正區還是大安區 反正在那附近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到現場去 因為現在早上可能會有一些塞車 我怕到現場會有一點遲到 所以我們就實際到現場去再說囉 我們Let's go 其實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放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地板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常年關閉 日能除濕機 功率只有65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 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主持機都比較大台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很奇怪 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美觀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 台北市就是都是這種機械車位 走走走 車子進去了 停這種車位就是有一些限制 那這個屋主它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丁州路這邊 還有 和平 和平西路 和平東路 和平西路 在前面 那我們到現場 跟屋主聯絡一下 走 這邊就是丁州 丁州路 這邊非常的熱鬧喔 早期好像很多公務員都住這區 所以這一區屬於文教區 屋主的房子就在這邊 是一個老大樓 我們跟屋主聯絡一下 好可愛喔 哇 這邊寸譜寸金喔 對面是一棟新的豪宅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屋主出現囉 我們的Lawrence 哈囉 你今天要去帶母嗎 沒有啦 平常上班都這樣 平常上班都這樣 是 是從事什麼行業 金融行業 金融業 是 所以這是你家 是的 哇 感覺早期也是豪宅 是的 弄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實際到那個 Lawrence家囉 哇 感覺超溫馨的耶 欸 我自己來是不是 你自己來就可以了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你放後面就可以了 欸 是 你在幹嘛 在磨豆子是不是 沒有 剛剛我今天知道你要來 所以我請清沙發的來幫我做個清潔這樣 清沙發的 對 哦 怎麼有狗的聲音 我這樣一直動 盛大歡迎的感覺 欸 進來了以後 我們先把門關起來好了 這個門呢 是後來自己裝的嘛 自己裝的 自己裝的 防爆門齁 改成這個樣子 然後進來了以後 這是一個落成區 玄關落成區 欸 這是 這是什麼 可以寫白板的是不是 是一個燈 然後可以寫 對 我沒有打開 我沒有插插頭 沒有插插頭 可以寫齁 欸 然後這個下面有做這個裝飾 所以當時設計師本來就這樣設計 我自己設計的 你自己放的 我自己放的 去哪裡拿這些石頭 不會去中庭拿的吧 沒有啦 哈哈哈哈 欸 好 這邊是婚紗 哇 豐功偉業都在這邊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哇 客廳 所以你說這個是 在除沙發的 清潔 清潔 所以 等一下再來問問看好了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這都是你的收藏是不是 對啊 這是 這我好像看過 電視上看過人家介紹 有啊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裝飾 是琉璃工房是嗎 不是 不是 一個德國的牌子 德國的牌子 是一個藝術品 對 喔 然後這邊都是你的收藏 哎唷 這個我知道 嘿嘿 這個指南工的是不是 是 我就知道 欸 這邊都是 所以你進來以後你就做了一個 這個 這是柴位 喔 這是柴位 然後還有收藏品 那怎麼沒有鞋櫃咧 鞋櫃在這裡 從外面 都隱藏起來了 喔 全部隱藏起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鞋櫃的 欸 欸 這老婆的禮物 不要不要打開 哈哈 喔 這是他家 喔 這是狗狗狗狗 怎麼叫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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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的家 你家還挺舒適的 然後這邊有這個是穿鞋椅 對不對 對啊 沒有這個 擺飾 擺飾 OK 非常溫馨 那這邊有一個連身鏡 就出門之前 來這裡西裝打扮一下 沒錯耶 好 那這個是餐桌 餐桌 喔 喔 喔 哇 這個超酷的 哈哈 這個去哪裡買的啊 愛因斯坦 然後 魔人浦 這我們都有童年吧 欸 太 欸這去哪裡買的啊 這可以伸進去換耶 這可以每天你按照不同的心情 擺不同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有很多公仔 你今天喜歡這個 就這樣子 那個就這樣 喔 然後這邊都是你的一些 展示櫃 展示櫃 手錶 哇 這都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禮物是不是 啊 最近你也 你也參加窩巾了 對啊 看個層 看個層 感覺不一樣 這個是什麼 夜電風啊 夜電風 夜電風 那它這個是屬於一個工業風的一個 櫃體喔 然後就做 真的有做磁鐵 所以都可以吸 所以這個當時就有規劃這樣子 喔 然後這櫃子裡面是 櫃 是抽屜嗎 櫃 這邊都是抽屜 還有酒耶 喔唷 嘿 晚上要怎麼樣 要拍一下了是不是 是 那這一間是什麼 更衣間 更衣間啊 欸 可是沒看到衣服啊 都看到包包而已 這裡喔 是 可以看嗎 我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不該看 好像還好 這樣子 這老婆的 一看就知道 哪一邊是你的 這邊是你的 這邊是你的 喔 都是西裝類的東西啦 然後它這個是屬於高樓層 所以它看出去 101 哇 101耶 這邊內洞 中間這一洞 是周杰倫住頂樓 哇 這直接看出去就101耶 你看中間 中間那一洞 中間這一洞 是周杰倫住頂樓 這一洞 周杰倫住頂樓 方便取用 方便取用 然後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開始選 我要帶哪一個包包出門 我要背 我要打哪一條領帶 然後我要帶哪一隻 我要挖出門 哈哈哈哈 更衣室這樣子設計 也算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因為這裡可以關起來 喔 如果有朋友來這邊 這邊可以 這邊變成房間 就可以變一個房間 所以你這個房子是什麼房型 什麼房型 兩房還是 可以算兩房 算兩房 這個算一房 這個算一房 OK 那我們再往那邊 是廚房了對不對 廚房 對 來看一下看一下 喔 欸 清潔的還滿徹底的耶 是 這邊實在太大聲了 它那個 機器是 德國的 是 欸 這是什麼服務啊 這是我在網路上 看到就是一個座右銘 然後它是清潔槽 你是來幫你清潔沙發 清潔沙發的 感覺不錯 我家也是布沙發 是喔 就是這種布沙發很容易像 沙發雞灰的 而且 你有養狗 你看牠抓成這樣 還是要清 還是要清啊 是啊 我叫金剛人抓過 欸 這個清潔過後 它的整個狀況就會更好 更漂亮 就比較新就對了 所以 大概多久要清潔一次 大概 我覺得 一年左右就要清 過年嘛 過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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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太滿 太滿了 這服務不錯 我家也是布沙發 搞不好也需要 需要 怎麼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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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預約就可以了 上網預約就可以了 那我們也可以來預約一下 哇 清一次要清多久 剛剛跟我講 大概兩個小時 那可以清完 這個size 我真的沒有在 就一個沙發清兩個小時啊 哇 那應該清得滿細的齁 所以現在就是它這個 等於是一個客廳 它現在正在做 我們現在沒辦法看電視了 SHOP的電視 然後下面有一個 做一個電視櫃 你有玩PS是不是 有啊 有打一下電動嗎 打一下電動 然後看這個 全部是手工木做的齁 這個背板 電視背板 它這個是 木頭的 石木貼皮的 它是從木頭上面削下來 直接貼上去 哇 啊 忽然覺得好像海闊天空 哈哈哈 剛剛那個 機器運轉的聲音比較大聲 抱歉 這邊是木頭貼皮 石木貼皮的 這邊可能是屬於PVC的 這邊看可以看得到 PVC的 全部都是手工木做的 你這整間都手工木做 是喔 之前說有上過什麼 雜誌 網路有報導過 網路有報導過 所以我算是比較晚來報導 DECO PLACE你應該知道 POST PLACE D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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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他們有採訪過 DECO就是 裝潢的意思 DECORATION 演技也是有通的 這邊有一個什麼東西 好像有一個機關是不是 沒有啦廁所 這廁所 廁所做的這麼隱密 你看 這是屬於一個標準三件式的齁 TOTO的三件組 淋浴間 然後這個 浴櫃做的蠻有質感的 這個好像也是手工做的 還是買現成的 定做貼皮 定做貼皮的 TOTO的 然後這個浴鏡做得非常大 然後乾濕分離 然後它這個暖風機 這個牌子我倒沒看過 可能是進口品牌 觸碰的感覺 哇 它有各種的情境 還有什麼情境 是怎麼樣 有什麼氣氛 涼風 如果要曬衣服可以乾燥 還可以乾燥 還有暖風 看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不錯不錯 那這邊就廚房了 你們這都配IH爐是不是 所以你們沒有瓦斯這一棟 因為要牽瓦斯 要從外面牽夠 我覺得太危險了 所以我全部用電的 全部都用電的 對 還有兩口的這個是豪山的booster 它是IH爐 所以用電的會比較難用嗎 不會我覺得比較安全 還是你都沒有煮 有煮 有煮 有在煮對不對 有在煮 然後你看 龍蝦 今天要吃龍蝦 它這個中島呢 是跟它的這個流理台 是分開的 所以是分兩邊 這是怎樣 這是怎樣 這是燈 然後這樣照下來是不是 然後這邊 還有一個 這個是濾水器 那是喝的 直接你要 可以看什麼溫度自己加 好酷 無限的 這個還用這種 遙控器的是不是 對 好酷喔 來 所以我要喝 咖啡 牛奶 烹調出水 它就出了 水要60度 它就60度 100度就100度 最多95度 好酷喔 一個牌子 這是什麼 Bapti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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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到一個段落了 收一下 收一下 所以清好了是不是 還有其他的程序 還有就是 剩最後一個高溫殺菌 喔還有殺菌喔 不是清完 還要殺菌喔 對對對 是怎樣 你沒有很髒 不要怕 不是你 是這個累積久了 它會有一些塵蠻 對啊 本來就應該做清 自己清沒辦法清乾淨 還是我們自己清也可以 呃 自己洗的話 當然是沒有辦法打到 那麼乾淨 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深層的清潔 欸那我家 你要不要順便來幫我們洗 可以 電話預約 電話預約 有沒有折扣啊 折扣一下 它用蒸氣在消毒欸 一般的沙發 大概多久要做一次這個動作 喔 通常我們會先 測人大概 至少半年到一年左右 會做一次的這種深層傾斜 喔 這是深層傾斜啊 不是表面擦一擦而已喔 這邊就是 喔 那你在旁邊這邊 做了一個握榻 就側沙發 側沙發 這原本說沙發上面 所以這也是手工做的 因為 呃 我們這個是屬於 就是兩房做成一加一房了 齁 它把所有格局全部打掉 然後重練 變成一加一房 所以變成說 每一個土地都寸土寸金 我們必須把它 充分的利用 所以它這邊你看 做一個櫃體 上面就變成側沙發 算是一種卧榻 然後上面也 做一個 呃 類似櫃 櫃子的部分 展示櫃的部分 你這個地方是屬於後陽台 算是了 欸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後陽台 做玻璃的 很有情趣 老婆在那邊曬衣服 你還要在這邊看他是不是 是啊 哇 這麼恩愛喔 欸 因為 它這個喔 衣服等於是做裡面 這個 洗脫烘都在裡面 對 所以也不太需要說 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空間 因為烘好 我現在發現 洗脫烘真的很重要 因為前陣子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怎麼曬都曬不乾 現在烘完以後 就幾乎 百分之九十都乾了 再 稍微的晃一下 它就乾了 所以 欸 洗脫烘 現代非常需要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 廁所對外窗在這裡 然後 這樣子 曬衣服 欸 都收起來了 欸 你還蠻視像 不然等一下不該看的 被老婆看到 Lawrence 你還真的蠻有情調 是喔 曬衣服要看這個美景 你看 這是什麼河啊 淡水河 是啊 所以我們等於說 假設啦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櫃子 對 我們一人拿著一杯高腳杯 在這裡 看著何景 然後喝個 咖啡 喝咖啡喝酒 你那邊都酒 你剛剛說咖啡 有有有有 你也有咖啡有 OK 那剛剛大家應該看了這麼多 好像有個東西還沒看 主臥室 主臥室最重要 走走走 有收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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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主臥室 龜房 喔唷 欸 這個床 這床也太誇張了 這床怎麼特別寬啊 你這個是怎樣 因為它也睡床上 它也睡床上 所以這溜滑梯是它的 這溜滑梯是它的 你會表演什麼 好趕快 走 欸欸 還真的蠻配合的耶 這個是讓它上去的 對對對 對對對 如果是貓它直接就 飛上去了 但是是狗狗它沒辦法跳 所以直接這樣子 還弄個床給它 這有加大的吧 怎麼那麼大 怎麼那麼大 其實它是雙人床並一個 單人床 喔 等於一加二 二加一啦 雙人床並一個單人床 床罩都要定做 喔床罩是定做的 唉唷 今天是怎樣 特別有整理是不是 這個平常都這樣子 喔 所以它這個是雙面採光的 這邊也有 哇 兩百七十度的環境耶 我們睡的時候看過去 就一零一了有沒有 超級讚的 然後看出去這邊 所以這個把它封起來 是有風水上面的疑慮 晚上睡覺風害 因為有些人說 背牆不能夠露光 那你不在乎就好 還好 上次我去看有一些人 他後面明明有窗態 把它封起來 他用木座的裝潢把它封起來 太可惜了一扇床 看出去 你看 這看出去就一零一了 然後 整個大安區吧 那個區那個角度看過去 太讚 哇 Rulence 真是住在這個地方 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真耶 前面看出去就周杰倫的房子 是 後面就是101 旁邊是淡水河 旁邊就淡水河 是 難怪你在這裡 這個感覺氣色越來越好 你是感覺越來越年輕啊 是不是 我們這區是位於這個 這裡算是中正區 中正區 那剛剛我從大安森林公園那個 交流道下來 到這邊大概離兩公里左右 那再過去就是 師大的商圈 然後你這邊 孤嶺街啊 丁州路這邊也有一個商圈 以前很多公務員都住這邊 這邊其實商圈很簡單 而且大概離台北市 各個五分鐘 旁邊有師大商圈 師大商圈 公館商圈 永康街 永康街在這裡 那如果要去萬華那邊 有南機場夜市 我要吃牛肉麵 要吃涼麵都有 都有 所以這裡算是 地理位置非常優異 對還不錯 這個是這個就貴了 現在實價登錄 這邊大概一坪要多少錢 大概80吧 80萬 所以你剛這個 你說你這個坪數大概多少 我在市內大概18坪 但是建坪呢 建坪大概24 24 這樣算下來 8是30 光是房子就2000萬了 差不多 那個有停車位嗎 沒有 沒有停車位 所以光房子2000萬了 他剛開始搬來的時候 就去做了 等於全部敲掉重鏈了 全部敲掉重鏈 按照我自己設計的去做 這是你自己設計 所以沒有請設計師 有請設計師 請他幫我按 我畫圖給他 請他做出來 因為我沒辦法設計出來 我不學這個 但是我有idea 所以就根據你的想法 幫他做出來 那設計師也蠻厲害 有時候 這樣子反而設計師會不爽 他做起來蠻輕鬆的 他就是 你叫他 他等於是監工了 所以當時這樣子 還上了他剛講 那個Decor Place 總共應該花了不少錢 全部是手工木座 他這個沒有系統貴了 全部手工木座做的 大概花了多少錢 裝潢 裝潢 大概要250萬 再加這個房子 兩千萬 兩千兩百五十萬 這個口袋可能要 要深一點 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我們有看羅倫斯很認真 你看他一堆獎牌有沒有 就知道有為親眼 剛剛我們有跟那個外面那個 叫做什麼 什麼 清潔超人 清潔超人 可以上網說 因為我自己也有這個需求 我兒子最近養了一隻雞 我有看到 跳來跳去 然後還會拉屎 都不知道怎麼清了 所以可能我們過一段時間 也需要這個服務 剛剛那個年輕人好像蠻認真的 所以有需要的 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坐右銘沙發 清潔超人 那我們希望看能不能跟他們 爭取一下有沒有優惠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 羅倫斯 剛剛還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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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我們分享他的這個 買房的過程 還有他的裝潢的一些巧思 那如果說你最近有買房子 或者是你的裝潢 你覺得很不錯 想要跟我們分享 那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下次見囉 掰掰 然後這個水你看 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 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 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 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廚師機都比較大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 很奇怪 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也非常適中 剛好 然後又沒關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